第四集 哈囉大家好 我是葉東烈 今天的講述動漫是 進擊的巨人 這次來帶大家看 進擊的巨人外傳無悔的選擇 這是以兵長為主角 並講述他還未成為調查兵團 之後與艾爾文相遇的故事 當時的李維還是王都地下界的混混 他與他的朋友法蘭時常利用透來的立體集中裝置 到處搶劫地下商人以賺取金錢 成為了有名的竊盜集團 而且他們操作立體集中裝置的技術還是無私自通的 甚至比一般的憲兵還要厲害 而他們會將賺取到的金錢 平均分給有困難的小孩以及夥伴們 不過就在有一天一個小女孩衝進他們的房子裡 突然幾個大叔上門前來詢問李維他們 有沒有看到一個女孩子 原來這個女孩沒錢又硬闖11號階梯 才被他們追捕 而李維看到一個小孩被欺負 他當然不能做事不管 所以李維就替這個女孩將那群大叔趕走了 事後李維詢問了這個女孩為什麼要硬闖階梯 而這個女孩則說著自己叫做伊莎貝爾 他是為了放飛一隻誤入地下街受傷的小鳥 才硬闖階梯的 而他從很久以前就非常崇拜李維他們 所以想藉此這個機會加入他們 並想讓他們學習立體機動裝置 而李維則以先學會打草的前提下 同意了伊莎貝爾的加入 之後隨著日子一天一天過去 伊莎貝爾除了幫忙打草家裡外 也逐漸學會了立體機動裝置的控制 並和李維他們培養了深厚的友誼關係 不過就在有一天 突然一位大叔找上他們 並說著有一位神秘人士想要委託他們做一件事 一開始李維是拒絕的 不過這位大叔卻說他們已經僵 李維的一位因為長期居住在地底下 接觸不到陽光而患有很嚴重絞病的夥伴 送到地面上醫院去治療 這是作為要他們幫忙 索先支付的預定金 雖然嘴上說是這樣 但實則是充當人士威脅李維他們 於是迫於無奈他們只好先妥協這位大叔 並跟著他到11號街梯出口的神秘人士見面 在見到了神秘人士之後 首先他向李維委託了一項工作 他告訴李維調查病團的一位分隊長艾爾文 之後將會前來接觸他們 而李維的任務就是搶到他手上的機密文件 並且殺了他 事成之後他將會給予豐富的報酬 以及地面上的居住權 而渴望到地面上的李維一心人 在這樣誘人的條件下還是接受了委託 但為什麼這個神秘人士要殺了艾爾文呢? 原來這個神秘人士是羅沃夫議員 他是反對調查兵團牆外調查一派的領頭人 而且他還與憲兵團互相勾結 撕吞了牆外調查的預算 但這件事卻被艾爾文得知並且拿到了犯罪證據 所以羅沃夫想搶回的機密文件就是犯罪證據 於是之後就在李維某日進行的搶劫任務中 火不起來的艾爾文帶領調查兵團前來抓捕他們 而之前李維他們還有辦法從憲兵團的手中逃脫 但這次遇到的調查兵團 不論是身手還是技術 都遠遠強於憲兵團 很快的法蘭和伊薩貝爾被他們抓住了 而李維迫於無奈只能先乖乖被他們給綁起來 之後艾爾文便詢問李維他們 立體機動裝置的技術是哪裡取來的 而性格聚強的李維當然不願意回答 於是便被米可重重的按在地上 不得不說的當時的米可真的有 不過艾爾文的目的並不是要抓捕他們 因為他之前就聽聞過在王都的地下街 出現了會使用立體機動裝置的竊盜集團 而首領更有著媲美調查兵團的實力 所以他便想來地下街融絡他們 艾爾文向李維提出了一個交易 只要他們願意加入調查兵團 他就不會把他們竊取立體機動裝置 以及諸多的搶劫罪行告訴給現兵團 所以李維他們一行人只好先答應艾爾文 並打算之後再找機會殺掉他 而李維他們一行人就這麼加入了調查兵團 當然讓他們這種罪犯加入 這引起很多現役的成員不滿 不過李維一行人在首次的模擬訓練當中 就展現出了高超的技術 一度讓所有人瞠目結舌 甚至不敢再多做任何的批評 當晚李維的夥伴法蘭 偷偷進入了艾爾文的辦公室尋找犯罪證據 但其實翻箱倒櫃也還是找不到 於是法蘭認為證據應該被艾爾文隨身攜帶著 而法蘭想出了一個主意 他們可以利用搶外調查 趁艾爾文單獨一個人的時候 將他幹掉並且搶回犯罪證據 李維同意了這個計畫 但為了他們兩人的安全 他表示有他一個人出城就好 而他們兩人則留在城內 但法蘭和伊莎佩爾卻激動了反駁李維 說著要去就一起去 你不相信我們的實力嗎? 而李維則十分生氣說著 做不到這個方案就算了 然後就離開了 之後他們兩人找到了李維 並且說著 想來想去 還是不能讓你一個人去 我們一直以來 不都是三個人一起經歷困難的嗎? 李維大哥 請相信著我們 一起去吧 我們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麼樣 李維看著星空思考了一下 還是不忍心拒絕他們終於答應了 到了隔天 牆外調查終於開始了 三人第一次出牆 他們被眼前廣闊無垠的天空 以及一闢千里的草原和山峰給震撼到了 連李維也不禁說著 還不錯嘛 之後過了不久 巨人便開始陸續出現 不過他們三人首次面對巨人 完全沒有膽怯 尤其是李維第一次面對巨人 居然就能瞬間幹掉了一隻 接著法蘭和伊莎貝爾 在他們兩人合作無間下又幹掉了一隻帥哥巨人 這讓在場所有成員都理解了 為什麼艾爾文堅持要讓他們入團的原因了 但就在這時 天空下起了大雨 四周頓時大物瀰漫 而李維打算利用這場大雨 接近艾爾文便將他幹掉 他告訴法蘭和伊莎貝爾 他自己去就好了 畢竟如果三人同時離隊太反常了 不過李維卻在前進到一半時 看到了地上滿滿的調查兵團成員屍體 而地上巨大的足跡方向 居然是伊莎貝爾他們 李維見死狀況便急忙地掉頭 但在他到達後 他看到的卻是殘酷的景象 伊莎貝爾只剩下一顆頭顱 而法蘭也被這隻騎行種刺成了兩半 眼前的這幅景象 終於讓李維憤怒到失去了理智 他帶著強烈的傻意直奔這隻騎行種 伴隨著自己私心裂肺的活生 實施了他心裡只有一個意念 將這隻騎行種大卸發壞 很快的這隻騎行種便被李維 極如雷電的刀法切得不成人形 看著伊死去的夥伴 李維悲痛的流下了眼淚 就在這次艾爾文走了過來 李維便衝上去要殺了他 並說著我就是為了殺了你而來的 但這次艾爾文卻拿出了羅歐夫的犯罪證據 並告訴李維這份是假的 真正的那份現在應該送到了 薩克雷總統的手上 原來艾爾文早就知道一切了 他利用了這一事件 包括羅歐夫會去委託李維他們 艾爾文全部都算計在內 而他竟然知道這一切 為什麼還讓李維加入調查兵團呢 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看上他們優秀的實力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要利用他們 干擾羅歐夫的判斷 讓他把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李維他們身上 這樣他就能偷偷將犯罪證據送出去 其實整件事情都在艾爾文的掌控之中 而至於艾爾文為什麼會知道 羅歐夫會去委託李維他們呢? 因為羅歐夫有派間隙混入調查兵團 而艾爾文也察覺到有間諜 於是他將計就計讓羅歐夫跳進陷阱 畢竟調查兵團成員應該都知道 艾爾文積極地想要拉攏李維他們 而當李維知道這些事之後 他感到十分的心痛又後悔並且跪了下來 畢竟他之前做出的任何選擇都害死了自己的夥伴 但團長告訴了李維別後悔了 後悔的經歷會阻礙人下一次的判斷 等於把自己的決定權交給別人 這樣的話你只有實路一條 誰都不知道選擇的結果會是怎麼樣 只有當一個決定成為下一個決定的依據時 他才有存在的意義 就像在正傳中李維對艾爾文曾講述過 無論做出什麼選擇 結果都無法預知 所以只能去選擇 盡量不會讓自己後悔的那一方吧 但就算做出錯的選擇也是沒辦法的 畢竟在這個殘酷的世界 是沒有時間讓你去後悔的 之後艾爾文像李維說的 牆外調查還會繼續的 你會跟來的吧 李維 而李維聽完艾爾文這番話後 他認為艾爾文擁有他所看不見的東西 或許能帶他見識到不一樣的意義 再加上他和艾爾文有了共同的敵人 就是殺死自己夥伴的巨人 所以他決定不再帶著後悔的心情 繼續追隨著艾爾文 並表示他永遠不會後悔做出這個選擇 進擊的巨人外轉 無悔的選擇動畫就到這裡了 不過老實說動畫並沒有像漫畫那麼好看 漫畫其實將兩人相遇的過程刻畫更加細膩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漫畫 畢竟動畫改的還是有點多 當然我講解這個劇情 還是有加一點漫畫劇情在裡頭 讓他看起來更加的合理 不過畢竟我的文法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講得不好請見諒了 那麼今天講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按個訂閱並且追蹤我IG以及FB 我是CDRN 我們下次再見